解惑丁铃鱼 師父,你要跟誰爭一口氣? 我要跟觀世音菩薩爭一口氣 觀世音菩薩有三十二應身 我將來也要有三十二化身 無處不應 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救一切苦難 我也要大慈大悲,救一切苦難 阿彌陀佛發四十八大願 我更加要發四十九大願 攝受一切眾生,到我佛國土 做父親的總是希望,而只會聖過自己 阿彌陀佛祈父也希望我好過他 師父,你第四十九大願是什麼? 凡見過我的臉,聽過我的法 以致問過我名號的人 我都要到他們和生西方極樂世界 但是,如果他們遲生,不能生西方 我就一定再來到花道,直至他們生西為止 師父,你有兩個大願,到底是什麼? 我有兩個主要的大願 一,勸人念佛 二,鼓勵人出嫁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師父,你最快樂的一件事是什麼? 當然是將來我生西之時 阿彌陀佛,他一定來接我 他還跟我說,妙蓮人者,謝謝你 阿彌陀佛,因為你的引導 我的極樂世界多了很多菩薩 七寶慈的蓮花就快滿了 當那個時候,我就是最快樂的 師父,我怎樣才能得到你的 帶領去西方的保證書? 阿彌陀佛,你只要來到靈岩山寺 老老實實地唸佛慈皆 我就會帶你去西方 師父,你可不可以記得 你有一個什麼招牌的口頭弦? 我的招牌口頭弦 就是祝大家好,大家同生西方 師父,為什麼你也會貪? 我最大的貪心,就是要到二百萬人出家 我就是要貪 希望你們跟我一樣那麼貪 但是千萬不要貪世間法 要貪出世法 這樣佛果,才會圓滿 阿彌陀佛 師父,你現在最想做的一件事 是什麼? 我現在一心一意要賣地 有地,才能夠見大草林 大草林,才有地方給很多高僧去收穫 高僧培出,就可以廣道眾生 等於國家有高等學府 才能夠造就一些一流的人才 師父,為什麼你要學長師父? 我要說的話實在太多了 即使是說到口乾舌爛,仍然要說 就算是全身所有的蒙孔變成口 也都很難說完我要說的話 就算是你們嫌我囉嗦 我仍然是要說 我要說 我要說到你們能依法奉行為止 我要說到阿彌陀佛來接引你們才肯停 師父,有什麼你放不下? 你們上山我當然高興 但是當你們下山我就放不下 因為我希望你們會回來 我要到無量的眾生裡 眾生道盡,我的心才放得低 師父,為什麼你的汗不臭? 哼,是因為我吃素六十四年 不但我的血肉是素 連骨頭都是素 流的汗當然不會臭 如果你們能夠吃素的話 長期以後,流汗也不會臭 師父,當一家人惡元相會的時候 應該怎麼做? 父女,母子姓情不一樣 想法又相反的話 大家的惡業就會阻礙大家在一起 有冤又不能夠離開 真是有苦難言 但是,學了佛 就應該逆來順受 你知道嗎? 原生原滅 萬事皆除因緣而變 向好那邊想 忍一忍 那就過去了 師父,錢 應不應該留給你們的兒女嗎? 俗語說 養兒勝過負 要錢做什麼 養兒不如負 要錢做什麼 如果你的兒子 給你有能力的話 錢留給他 只是多餘 如果你的兒子 是爛泥扶不上席的 不懂得用錢 甚至乎拿你的錢 去做惡業的話 你留了錢給他 反而害了他 究竟 如果要留錢給子女 應該怎麼留呢? 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替子女做功德 供養三寶 做善事 這些才是真正留錢給你的子女 即善之家 必有餘慶 指指代代都好 記住 一定要即善 如何祝福下一代白頭佳佬 師父 師父 善 當你嫁女的時候 或者是草媳婦的話 如果你們能夠扮素食 不相生害命 不相生害命 就能夠百年長壽 希望你 以這種慈悲心 來祝福下一代白頭佳佬 怎麼才可以避免一家人生離死別呢?師父 佛法最有人情 要你們一家老少都念佛 將來同生西方 永遠就會在一起 永遠都不會有生離死別之苦 永遠在一起修行 直到成佛道為止 師父 我們這麼忙 究竟怎樣可以修行 譬如 你將看電視 上班下班 或者坐車 甚至乎是走路的時間 來多念佛 那就可以了 或者 你將看書的時間 又是用來看經書 這樣修行就夠了 哪裏會沒有時間 師父 怎樣才叫做真正的孝順父母 慈悲兒女 將你們的兒女 送去一個安樂處 使得他們永遠脫離輪迴之苦 這樣 就慈悲兒女 陪伴你們的父母 好好地念佛 求生西方 這樣才是真正孝順父母 世間凡夫 應該知道這一種 就是叫做孝道 師父 如果當一個女人 她的丈夫有外遇的時候 應該怎麼辦 是否會有所謂呢 那麽阿滅阿滅阿滅 夫妻感情太過甜蜜 往往會阻礙念佛 如果沒有感情 又好像仇人一樣 根本這個家就不像家 這樣你就可以體會到人心苦 到時好好念佛 為求脫苦 而且到處聽到經文 丈夫都不會罵你的 那你就可以安靜自由 所以丈夫有外遇的時候 你就當對方的她 是你一個看死鬼吧 師父 你為你的子孫做牛做馬 會不會覺得不值得 你不要以為 他們孝順你就值得 靠不住 說不定 你為他們做了很多惡業 將來還要有惡報 你說多冤枉 記住 還是好好念佛修行 以功德回向他們 這樣才真正利益自己 有益子孫 師父 怎樣使得婆媳之間和睦相處 好 讓我告訴你 做媳婦的 你要記住 丈夫是婆婆辛辛苦苦養大 現在把她交給你 你應該感謝她才知道 要把婆婆當做親生父母來孝敬 做婆婆的 也要想 人家辛辛苦苦把兒女栽培成人 嫁到你家 照顧你的子女 你應該感謝師父才對 要愛你的師父 就像愛你的子女一樣 大家互相感恩 師父 師父 如果我想要相貌端正莊嚴的 應該怎樣做 太簡單了 如果你想你的相貌好 就要修忍欲波羅文 見人就要少 見到人做善事也要讚他們 供養佛菩薩 用鮮花供佛 亦都是修好相貌的端正的原因 只要你不要性急 相隨心轉 要歡惶大量 想自然就會好 就好了 命運可不可以改變 佛法說 命是不定可以改變 雖然你好命 但是如果你做了缺德的事 好命就沒有了 你雖然是壞命 但是如果你做了功德的事 壞命就會好轉 所以要隨時修好恩 賠好命 徹記修愛恩 轉成樂運 師父 為什麼工作的時候都要念佛 如果工作不念佛 那你一個人很容易就會妄想 又或者兩個人的時候 不念佛就會不停地閒聊 時光就是這樣去到的了 為什麼不一面工作一面念佛呢 因為這樣工作就會做得好些 同時也培養了福慧一舉數得 可樂而不為 如何才能富貴呢 太簡單 想富就要隨力保持 今生富是前生修 想保持富有就要繼續保持 想貴就要保持品格尊敬別人 想貴就要看小人家怎麼可以呢 心裏如果沒有貴的種子 就怎麼都貴不起 你尊敬人 人便會尊敬你 收大福報 是否一定要用錢 當然不是 只要用你的口 去說一句好說話幫助人家 看見人家做善事 又加以讚許的話 這些都是收大福報 以至圈道別人 發心眾福田 自己也同樣得到福報 師父啊 什麼貧窮都可以賣的嗎 當然 想賣貧窮就要報師 因為 為什麼會窮呢 就是你前世限貪不舍 沒有貧窮 沒有貧窮 又怎會有收穫 貧窮公登 是以供養三寶為第一 因為三寶是世間最大的福田 能夠普利群生 如果要消罪驗 增福慧 應該是怎麼做呢 喇 你代他人辦事受苦 就是燒自己罪驗 當你做好事 為人群的時候 就是增加自己的福慧 如果我窮 那怎麼報師呢 師父 只要你有心 就算是閒醫 都可以報師 那譬如 將洗碗的水 或者是飯後朗口的水 淋到大地 就可以報師大地 從禮 又或者 你在大地上 取得一花 以恭敬心恭佛 腹部 是最大的 以大悲心 報師從禮 腹部 亦都不用 因為 佛已經成佛 從禮 是未成之佛 有沒有 怎樣才有福有慧呢 一個人 為什麼會是無福無慧呢 是因為他省貪之苦 為其他人做好事 惡事自己受 就是受福 知無不言 喜歡教人 就是受慧 師父 怎麼才會有人緣呢 出錢出力 濟勢利民 供養三寶 就能夠廣結善緣 你收隱辱 菠蘿蜜 處處吃虧 和別人和憾 得到別人的稱讚 欽賠 更加是結人緣最好的方法 師父 怎樣才可以 將身邊的毒素解除呢 聲號就是解毒之藥 心有貪真痴三毒煩惱 只要聲號在心 就算是有煩惱 但是他不會造殺導人 等於毒素有了解毒之藥 就百毒不侵 怎麼才可以不花錢 又能夠燒災緬難呢 有空就唸一句佛號 這樣就能夠燒八十億劫生死中聚 你有業障 你就阿彌陀佛拼命地唸 你有苦難 觀世音菩薩 就會夠苦夠難 記住 誠心誠意 一句佛號 消萬災解千難 怎樣才可以 死的時候能夠瀟灑 脫俗自在呢 平時你就要念佛 還要有時看諸法皆空的智慧 不要為名利財富 夫妻親情 這些所有的事成為你念佛的阻礙 當你臨終的時候 就能夠灑脫自在呢 究竟 我們能夠知道自己的死期呢 阿彌陀佛 你只要知誠精盡念佛 就能預知時智 阿彌陀佛會告訴你 是甚麼時候會來迎接你的 師父 我真的不想見到嚴懦 阿彌陀佛 好 你記住 唯有警覺人命無常 自心煉焚 到臨終的時候 就會無苦 避免向艷羅王報道 否則 用甚麼方法 都收買不到艷羅王 記住 當我念佛 記住 師傅 當我睡不著的時候 應該怎麼辦 其實 睡不著 挺好 你用這些時間 來念佛 拜佛刀疲倦的時候 躺在床上 自然就會呼呼大睡 阿彌陀佛 如果 再睡不著的時候 只要心不煩躁 靜靜地躺下 也可養死 怕只怕就是你睡不著 心又不能夠平靜 回來復去 那當然不夠休養 所以 要好好調心調心 再精進拜佛 或者靜坐 慢慢 就會歸於平常 有一覺好睡的了 怎麼打如意算盤 師傅 生意上的如意算盤 我想你們會 不如我講一下念佛 學佛的人 真正要打的 是修福為 利眾生 做功德 了生死的算盤 這一點才是真正的如意算盤 因為會令到你永久安樂自在 要打 為什麼不打佛法的如意算盤呢 怎樣才可以得到最長最長的高手呢 記住 只要多練阿彌陀佛 求生西方 生到西方 就能夠和阿彌陀佛一樣無良手 我們要求 發生無良手 千萬不要希望這個臭疲狼 亦都是無良手 因為 這樣會太受苦了 師傅 怎樣才可以 受到佛菩薩親自為我們說法呢 你只要好好念佛 將來 生到西方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 大世知菩薩 就會親自為你說法 而且 一聞法就永不無失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你想不想 出國留學 我當然想 應該怎麼做 這樣 不如我介紹你去 極樂世界留學 來 極樂世界就是最好的學校 阿彌陀佛就是最好的校長 聽來 觀音 世智菩薩是最好的教授 清正大海 中菩薩系統 嗯 這麼好的獅子和環境 你說多好 師父 處世應該用人們感情 對情感較薄弱的人要寬厚 對情感太過的人要方正 就好像水太熱要加一些冰 水太冷要加一些熱水 人既不能離群獨居 處世就要中庸之道 冷冰冰或者熱情過犯的都不好 為什麼有時候我見到一些人 既然是有才人 又會一生老倒 這些就是有為無福 福從哪裡來呢 從得行而來 你能夠行財詩 發詩 無謂詩 救濟人家的逆境 解除人家的痛苦 這些就是陪風 有風 為就自在了 師父 為何會事事不如意呢 事事不如意 當然是在往昔的日子裡 你們做了很多惡言 多多念佛 拜佛就可以消除嚴張 這樣 你就可以處處自助 處處快樂 事事如意 健健清心 還有啊 為何我們處處會受到困難呢 嗯 我想 一 是你無福 二 是你無畏 換上有福慧的人 做任何事 太簡單了 你說做事難 但是怕難就不做 這樣又怎麼可以爭福慧呢 記住 沒有福慧的人 就會處處困難的 師父 還有啊 有時候我覺得 我身不由己地去做惡事 那怎麼辦呢 哈 既然是知道惡事 為何要做呢 可能 是困難 啊 當你困難的時候 你多念觀世音菩薩 求菩薩消除你們的 如癡無味 使得你們開智慧 開了智慧 就能夠修善 這樣 就不會再做惡業了 師父啊 求觀音菩薩 會不會不靈感啊 嗯 不會不靈感的 唸觀音菩薩 絕對會感應的 就好像水 絕對能夠滅火的 但是一定要自成 而且多年才有能力 除苦困 來 試想一下 大火 又怎麼可能被小水來旁滅呢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有時候我求什麼 又沒有什麼呢 因為 你不知道 要修好恩 才會有好果 這樣 你不知道道理 又怎麼會求得到呢 你只要修好恩 到時 就會有甜蜜的果實 就算你不求 它都會給你的 虎海巨浪韜韜 怎樣才可以找到一個避風光 才識名 識碎 就好像十級的大風一樣 吹起的浪 是排山倒海 不能行雪 聞到佛法 你不趕快放下 難道 你不怕被隱瞞嗎 靈岩山子 就是避風說 快點 發心到山上修行 這樣 就能夠躲避世間的風流 便死於腐海中 哪一道才是一所無病不治的大醫院呢 靈岩山子 就是一所無病不治的大醫院 專門是醫眾生貪真痴的病 靈岩山子 也是造佛的功德財 因為來到山上念佛 靈岩山子 只要你用心 念佛就能成佛 靈岩山子 也是苦海中的大慈喊 因為上山念佛 念佛就能夠同生世方 你們想不想佔盡天下最便宜的事 如果想的話 只要你們發心到靈岩山子 就可以時時見到莊嚴佛像 以聽萬德聖母 還可以和諸上善眾聚首一同 獲得無量無邊的功德利益 天下間 竟然有如此最便宜的事 你們都不想佔盡 快點來靈岩山子 這個就是你們的福佛 和你們說了這麼久佛行 是不是很悶呢 不如和你們說說生活上的事 有時工作是不是很苦悶呢 不如這樣吧 當你們工作的時候 你用一個很歡喜的心去接受 當有人分配工作給你做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光榮 別人好看得起你 這樣你說多開心 如果你經常在想 為甚麼要我做這件事 為甚麼不叫別人去做 那一天到晚 你就會很苦悶 就算工作的時候 都會煩死你 如果你們開心去做事情 就會做得更加好 而且還會身心快樂點 做事的時候心不甘情不軟 不但做事會做得不好 而且還會自尋苦怒 既然一定要做 為甚麼不以一個歡喜心去做呢 當你們不開心 又或者有煩惱的時候 應該怎麼辦呢 最好的方法 就是要學忍辱 和那個量度要大 遇到事情 好的地方去想 又或者替對方設想 順從人意 見到別人好 支持別人 見到別人不好 不要說他們 更加不要擺在心裡 這樣不但沒有煩惱 別人看到 你還會很開心 別人開心 你自然會快樂 這個 就是最好消除煩惱的方法 你們記住 千萬不要做一個快樂 是否覺得我說得很奇怪 怎麼才是一個快樂呢 例如 別人說你好 你就會笑 別人說你不好 你就會拉長快樂 這樣別人叫你哭 你就哭 叫你笑就笑 那就是快樂 如果你真是一個漢子 你就不應該被別人牽著鼻酒 明利牆中的朋友 我想你們會聽到 更加會明白 做人千萬不要自討苦喜 記住 有智慧的人 做事就會往快樂的地方去想 業障重的人 就會越想越生氣 於是乎就會煩惱 好 記住 不要自討苦喜 開心也是做人 哭也是做人 為什麼不選開心呢 做人最重要就是心不平氣 千萬不要跟別人咬 因為一咬 你又不開心 別人又不開心 遇到和你的意見不同的人 和真誠地回敬一句 阿彌陀佛 這樣就可以解千萬 何等自在 大人 在世間上 有很多敵人 但你最大的敵人 就是無視煩惱 因為當你花時間去煩惱 你就沒有時間去解脫煩惱 記住 如果遇到有任何煩惱的事 想辦法去和解 怎樣和解 退一步開闊天空 量大覆大 哪有解決不到的事情 只要你看對方的設想 甚麼煩惱都沒有了 還有 大家都知道小不忍執戀大謀 阿彌陀佛 但是 說就是這樣說 做當然難 阿彌陀佛 最後 只可以和你們說一句 退一步開闊天空 你們又知不知道 如果你們不退一步的話 經常只顧著生氣 是多麼熟 你的敵人最喜歡就是你生氣 你生氣就中他們的計 哼 生出病的人是沒有藥醫的 最後 只是一事無成 倒霉的是你自己 記住 千萬不要生氣 既然生氣是沒用的 恨也是沒用的 雖然可以逃過人間的法律 當他們去到炎流王那邊的判案的時候 他們就逃不脫了 所謂天眼灰灰 蘇而不留 報應因果 是一絲一行不數的 我這樣說 你是不是覺得很傻 你是不是覺得有時會吃虧呢 但你聽著 做事情肯吃虧 好像你這樣傻其實是賺了的 你退一步 眼前好像是輸了 但最後的勝利 最後的安樂 是屬於你 屬於你這一位傻人 所謂傻人有福 只要你時時保持著一個好的心情 不急做 多多協助別人 做事方面又肯吃虧 多為人設想 吸人方便 其他人自然就會尊重你 你說 是不是賺了 你說 A 你們吃山珍海味的時候 是不是很開心 其實這種開心 正正是苦的根源 你們要記住 欲治是有兩個人 殘害生命做惡嚴 一定有惡悲 佛家 以禪月為食 才是真正的究竟 如果你們餐餐吃肉 那就是說 你們每一頓都在做惡人 怎會沒有惡報呢 人死了之後 埋在墳墓 你們每天大魚大肉 肚子裡便變成可怕的墳墓 你想得到智慧嗎 如果想的話 首先 要放下我是人非 聽眾善人交道 內心學習奉行 這樣 你不單止有智慧 還有大福報 不能從善如流的人 你的字腹便多極有限 還有 還有 你不要以為做壞事 就沒有人知道 凡心即是佛心 一念妄動諸佛皆知 佛以太空為身 所以盡太空是佛身 是佛眼 即使 你躲在一間黑暗的斗室 躲在地下的洞室 只要你做壞事 你就未離佛身 逃不過佛眼 有錢 是不是真的開心 我就不見得了 很多人恩財而招還我 記住 要用錢來修福修惠 有了德行才是真正的快樂 切記為父不仁 你的行為如果是好的 人家自然就會尊敬你 你的行為不好 人家就不會把你放在眼裡 好壞 完全是在於你自己 人生做任何事 都要求尚中 發揮自己的才華 這樣 才叫做福慧相失 受人尊敬 一切的苦樂都是自焦 看到人家的好處 心裏是多麼快樂 如果你只看到這個不對 那個不好 不單止心裏苦 而且更加道處沒有人緣 在這個世上 你再強又怎樣 只不過是在蝸牛角上爭天地 在愚人面前請智慧 在弱者面前請勇敢 你又怎會比得上 有悲心 有智慧的出家人 他們做苦海的慈雄陀手 救一切眾生 離此苦難 到達彼岸 阿彌岸 記住 慈戒念佛 世界上最圓滿的一句說話 就是南無阿彌陀佛 一句阿彌陀佛 就有萬德 念阿彌陀佛 有罪障消罪障 無罪障增福慧 有生死了生死 無生死得解決 念阿彌陀佛 是使你成佛道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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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你一日賺一萬 八萬 千萬 都不能夠抵過 你念一分鐘佛號的功德 一時世財 一時出世功德 如何能比 念佛生世 出三戒價 就算你不剃頭 都可以出教 嚴羅王最怕念佛的人 只要你念阿彌陀佛 嚴羅王就會跟你說 恭喜你去西方極樂世界 不要來我這裏 其實我都很想去西方 阿彌陀佛 你心念佛時 就是向著極樂世界跑 如果你心想 財色名食碎 這樣 就是朝著地獄酒而移塵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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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能夠念佛 回向十方眾生同聖佛 這些 就是最大的功德 雖然是最大的功德 但是並不難 請各位發智成心 只能做到 怕只怕 是沒有心人 很多時候 你們以為不做壞事 就代表你們是好人 要記住 不做壞事 只是代表你不是壞人 要做一個真正的好人 你就要做好事 如果你是好心 但是沒有做好事的 又怎會有恐怖呢 你在名利上面 不擇手段地爭奪 什麼富貴名貴都做過 但是如果你未曾收佛 那又怎可以成佛呢 所以 如果你未念佛 你就是一位世界上最苦惱的人 醒了 佛陀是有大悲心 你不解脱在六道裡的仇苦 無量諸分 就會為你掛心 就好像他們的兒子生病 就好像你們的父母 看到你們生病的時候 又怎會不流眼淚呢 記住 修行 就可以逃難 在業障敵人 果佈未捉到之前 就要趕快逃逃 逃到西方極樂世界 去求阿美逃逢 否則 就來不及了 到時 你就會見到嚴流光 不要以為老了 就對念佛是沒用的 老年人念佛是最有用的 因為歲月沒多 可以看破坊下世間的一切 念佛求生西方 這樣對他們是最有用的 收到最妥善的方法 讓我和你慢慢說一下 慈佳 念佛 拜佛 慈佳 當時 打數 不與人爭 與人結怨 很多時候 有很多人 他們念了十多年佛 還是得不到佛法的好處 記住 修行 是要與生活交互相融合 你日常的行為不檢點 老习气还是不改 习气一多 障碍就多 这样念佛是不能够消聚业 既然不能够消聚业 又怎可能增幅坏呢 记住 洗心革面 将人格完全改好 到时你随时收佛 就随时得应 虽然你未必明显地看到好处 但是静业种子已经种下 只是等待花开见佛 先天的杂费是贪真词 凡夫的五容是财 识明食水 凡夫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会觉得是他们的福报 他们走运 但是这种好运 只是将他们送去三途 什么叫三途 就是将他们送去地狱 送去见饿鬼 送去做畜生 记住 切记被这些东西引诱 酒肉的朋友请你吃饭的时候 你会说不好意思 不是 但是当师父 我教你们离开酒肉朋友的时候 你就好意思不听师父的教诲 你到底是聪明 我们修行的功能 只要一栋真恨心 一念真心起 百万丈门开 你们的功能就这样就会完 所以要修忍用波罗魂 千万不能动真心 万般大不退 唯有孽随身 只有一生所做的事 无疑是随你一世所去 你试想一下 就算你在世间有几大的成就 将来炎黄老子要你搬家 搬去阴间的家的时候 你能够将你的成就一起带去 你只是可以将你的善恶业一起带去 如果你要带善业的话 你就要做善事 如果你要带善业的话 你就做恶事 在家修行不是不好 只不过是拖泥大水 有世事挂爱 要想收得解脱太难了 因为要无挂爱 道业才有成就 否则当初佛陀为什么不在皇宫修 要跑到雪山出家修盖 这样你就会看得出 出家才是最好修佛的方法 因为少了很多障碍 你成了饭 出了狗戒 就会出人头地 极乐世界 私衣得衣 私食得食 水 尿 南木皆能演船妙法 无有众苦 但守诸浪 这样才算是最快乐的地方 如果你想去一个最快乐的地方的话 记住念佛慈佳 你要记住 心心向我 念念不忘 有时 很多人会问我 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信佛 当然 无论你是卖鱼 卖菜 卖鸡 卖牛 一样可以信 不过 信了佛 最好就改行 否则 以后要受恶而报 万一不改 心中仍然有佛 那都可以 因为你虽然做恶 但是有残悔心 做恶也不会做得太深 太多 信佛 总是比不信佛可厉 在这个世间里面 有很多残缺的人 为什么 雅巴 为什么会忍 是因为恶口 说好说话就没有他份 说坏说话就口弱原河 聋的人 又为什么会聋呢 是因为好的说话 他根本听不入耳 坏的说话 他就逢止去做 搬聋是非 佛法对于我们来说 是追求出世奸犯 鸟生死苦 与众生乐 完成佛道 是彻底的积极的 对于世间五勇 财 色 名 食穗 所有这些一切一切 都是宵极的 如果你们不能够 如果你们不能够将他看过方眼的话 又怎么可以自在呢 凡心就是佛心 不要当你自己是凡夫 因为如果你们念佛 未来就是佛 这句说话的真体 你们明白吗 只要你们明白 医此以下 沾入佛道 没有 你们经常跟我说没有时间去修行 但是你们有病的时间 为什么又有时候去医治呢 去调理呢 修行 就是为了治疗自己 贪真痴三毒的大病 为什么竟然没有时间去修啊 你们明不明 你们完全是害自己自己都不知道 记住 要多修 才能够将这个大病治好 人的寿命是有限的 人的寿命是有限的 如果你的寿命只有二十岁的话 你现在不算年轻 其实已经年老了 过新年又争一岁 哼 实实在在应该是说减一岁之下 也就是说你们见炎王的时间就快到了 有什么值得高兴 有什么值得可喜 因果是报应不爽 修善一定有乐部 做恶必定受痛苦 根本就没有讨价还价的意义 令到你们增加菩提度的人 才是真正对你好的人 如果令你增加感情对你好的 那些只是拉你去六道轮回的人 要敬而远之夜 在纳月三十的时候 每一位朋友要好好思维 在过去的一年里面 你们的品德有没有变好 道业有没有增长 无名业障消了多少 要使菩提度业增加得圆圆满满 烦恼业障消除得干干净净 每年的南月三十时要好好思维 大年初一的时候 最吉祥的说话应该是怎么说的 跟我说一次 恭喜你们身好身无病痛 恭喜你们口好大转法轮不说人间是非 知道吗 一寸光阴一寸明光 我们把握时间精进用功都来不及 为什么要花时间做一些不必要重的事 为什么要花时间去做一些无谓的事 你们这样是不是拿自己的命光来开玩笑 你们这样是不是浪费自己的生命 你们会不会觉得可惜 石火电光的人生 今天虽然是存在 明天呢 明天可能是难忘 有心人 当勤精准 夫妻 古语有魂 夫妻本事同等你 大限来事各自飞 飞去哪里 不学佛的人 不学佛的人 就是随着业力在六度里面往返 甚至乎是飞到刀山树梢的地狱里面 其实在世间全部的人类都是同临了 不要等到大限的时候才起飞 要准备好 因为你们不了解世间 不看透世间的真相 不看透世间的真相 如果你们想做到的话 只要你们将无量寿经下卷读一读 你们才能够明白世间 看破世间 这样是何等慈在 世人将世间苦错汗为浪 难怪他们的颠倒 如果他们要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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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是无上的大医师 唯有佛陀才能够医你们一切的身心之鼻 在世间 在世间 再高明的医生 只是能够医生病 没办法叫女随心病的犯行 因为凡奸的医生 从来就不懂得医治心病 所以 他们本身就有重重的烦恼 既然是这样 如何帮人医治心病 心病应以心弱意 解灵还需是灵人 经典中所传的是真灵 有佛的圣号 所以经典所在之处 即为如来舍离之身 是法宝 亦都是法宝 要心存功敬 否则 证经不但无功德 反而有罪过 是轻万之罪 记住 若献成则获益 如果你们不用心 又或者不恭敬的话 修行的时候 就有魔障 魔王最喜欢人家是做恶的 和他们相好 就是做他们的摩子摩孙 所以你们要修行 你们要用功地离开他 他当然会想尽办法找你的麻烦 但是 只要你们用心 所有的魔障 你们自自献献就康复他们 有时 有些人会自夸 知道你的前世 怎样才可以变明真假呢 你可以问他们 你们既然有宿命通 知道我前世是什么 有宿命通 就绝对有他心通 一定知道 我现在心里面 在想什么 我的心在哪里 请他指出来 当人自夸 知道你的前世的时候 又指不出你的心在哪里 他根本就在骗人 不要信他们 又或者 如果你想得到最保险的保险商 到底在哪里 我现在告诉你 佛法增保的公德商 就是最保险的保险公司 你们辛辛苦苦赚回来的钱 既存在银行 是不一定永远保有的 放在众憎道长的公德商 这个公德的保重 是生生世世 是永远远远属于你们的 那里面 是永远保险的 也许多 为世 有些人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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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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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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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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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